我们这个下来下半年,我求问说神啊,我们这个宣道主题应该是什么呢? 而我得到这个指示,你必须要继续这个2022年的主题,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呢? 认识神处达人,是的,我们有很多正道这个信息主题,其实就是认识神处达人。 而我感应到神说,我要你专注于耶稣,认识耶稣,因为耶稣就是神。 可是我们,当我们认识耶稣,我们就会认识父神,我们就会认识耶稣的品格,他的希望,他的旨意,我们就会做得更好。 我们要深入的更好地了解耶稣,就在下来的这个今年下半年,我已经准备好了,好让你可以更好地认识你的救主。 阿们,我这从哪里来?这是约翰福音14章7至11节,我们看一下。 你们若认识我,这是耶稣在讲话,你也就认识我的父。 从今以后,你们认识他,并且已经看见他。 腓力对他说,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,我们就知足了。 耶稣对他说,腓力,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,你还不认识我吗? 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。 我们继续第十节。 我在父里,父在我里面,你不信吗?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,不是凭着自己说的,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,做他自己的事。 你们当信我,我在父里面,父在我里面,既或不信,也当因我所做的事,信我。 那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? 这是关于认识耶稣。 因为当你看见耶稣,你看见父神,这是当中的意思。 因为耶稣,祂是一个完全的父神。 认识神就是要,主要要认识神,就要认识耶稣。 因为人,神是隐形的,我们看不见的,祂是隐形的。 那我们怎么认识祂呢? 我们认识祂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祂的神之子。 因为耶稣在世上活了33年,祂显示了我们父神是谁。 祂已经显示给我们,祂是一个完全的父神。 祂已经显示了,祂就是,祂代表了完全的父神。 这个就是,神让我感应到的这些经文,就是通过耶稣来, 通过认识耶稣,让我们更好的认识神。 我们将会有很多的应用点,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耶稣。 我们认识耶稣的过后,我们要如何应用? 这些特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,好让我们可以生活的时候, 我们的生命有这个耶稣在,以我们心中为中心。 阿们。 而今天的这个正道主题是不一样的平凡。 因为耶稣祂是一个平凡的人,不过生命却是不平凡的。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第一张图。 第一张图。 这是谁? 这是谁?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物。 是的,它是蜘蛛侠。 蜘蛛侠是一个超级英雄,不是吗? 可是它好像有双重的这个生命。 因为白天,它是这个大学学生,理科生,晚上呢,他就会听这个警察的广播。 你们有看吗,这电影? 他会听这个广播,警察的广播,他会戴上他的这个蜘蛛,他会穿上这个蜘蛛侠的这个服饰。 然后呢,就到晚上去打击恶棍,他就从这栋楼摇到另外一个这个飞来飞到另外一个翻墙。 他知道哪里发生什么事情,我看到的这段是,有人常常要打他在这个咖啡厅要打他, 不过他的反应这么快,在人家打他之前,他看到这个慢动作在他眼前, 这个经过,他的拳头有,那有个人就是掉了他的托盘, 他就很快地撑住了这个托盘。 你们能没看这戏吗? 他能够把这个上面的那些汤啊什么的都能够给他托住了。 耶稣不是这样的,我们跟身边的人说耶稣不是这样的, 耶稣不是这个超级英雄,可以穿上这个超级英雄袍, 然后呢,彰显他的超级英雄能力,然后假扮说一个平凡的人, 不过呢,他有内在潜在的超级能力,不是的,耶稣不是这样的, 耶稣是百分百的人,我们跟身边的人说耶稣是百分百的人, 然后呢,跟另外一个身边的人说,他没有像蜘蛛侠的超级能力。 是的,耶稣,他不是这样的,他是百分之百的人, 不过呢,从神学上,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, 百分百的人,就像我们有血有肉不也是呢,百分百的神,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?这是一个神,这个是非常奥妙, 可是他通过这个圣灵的大能去行神迹。 下面的经文我要给大家说明的,就是告诉我们呢, 他是百分之百的人的,我们看西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七节, 因为众儿女都是血肉之躯,就是我们, 所以他也同样取了血肉之躯。 十七节,所以他必须在每一方面都与他们, 都与他的弟兄姐妹相同,所以耶稣不是蜘蛛侠超人, 还是什么有什么超级能力,他是完全百分百的人的, 就跟我们一样,这是希伯来书所说的, 百分之百的人,所以耶稣跟我们的十大相同, 有这个很多的相同点,今天跟你谈,跟大家谈十大相同点, 大家准备好了吗?我们要做笔记哦, 因为我这个正道的时候呢,这是从神学的角度来说的, 好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得到新的知识, 首先他有生理需要,他有生理需要, 他有三方面需要,生理需要,第一,他饿了,需要吃东西, 马太福音四章二节,他进食四十周夜, 后来他就饿了,是的,他了解什么是饥饿, 有多少人就是进食四十周夜,不吃不喝,举手, 只吃,只喝水,哇,真的是有啊,好厉害, 好厉害,我自己本身也没做过,是的, 你会觉得很饿,所以耶稣他充分的明白, 肚子饿式的感觉,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联合国农粮 组组织的一个调查,世界上11.3%的人口都在饿饿, 每天大约有8.05亿人营养不良, 他们每日的热量摄取低于2100卡路里, 耶稣他明白什么是挨饿的感觉, 如果你饿的话,有些国家他们是, 他们在挨饿的,因为他们的国家被战火蹂躏, 他完全理解,同理有这样的感觉, 这个新加坡人不一样,因为我们这里吃人方便, 对面有ABC,所以神他非常了解挨饿的感觉, 那第二呢,就是他渴了,他需要喝水, 约翰福音19章28节,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, 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,就说我渴了, 耶稣也会渴的,他不是那种超级英雄,不会口渴, 他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,他要死的时候, 他说他渴了,所以这个兵士给了他一些酒处, 然后给他喝,耶稣喝了过后他就死了, 所以耶稣当时是口渴的,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, 21亿人口无法在家中获得经安全处理的饮用水, 耶稣充分理解,就是没有这个洁净水来喝, 因为后来过后会有肚子疼, 所以他完全能够理解21亿人在家中没有干净的饮用水,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些事工是要使用生命是要打造水源, 为他们祷告,那第三点是他累了需要睡眠, 有些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是眼心松的, 马太福音8章23、24节说, 耶稣上了船,门徒跟着他, 海里忽然起了暴风,甚至船被波浪掩盖, 耶稣却睡着了,他为什么睡着了呢? 因为他累啊, 因为他刚向众人宣讲神的话, 他因此就很累, 他们正过往另外一边, 他在做下一件事之前,他要休息一下, 可是海里忽然起了暴风, 他们都还要起身的, 那各位朋友,如果你有失眠症, 如果你晚上睡不着, 耶稣完全明白你所经历的, 他不会批判你, 只要你寻求他, 因为他知道这个睡眠不足, 头脑不清的感觉是什么,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曾经睡眠不足, 阿们, 那他第二点,跟我们相同的第二点, 就是他有第一是生理需求, 第二呢是他有情绪, 他有感觉的, 他有感觉有情绪, 路加福音十四章四十一节,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虫, 就为他哀哭, 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, 他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城拒绝了他, 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, 所以他知道这个城市将会很快因为批判, 因为拒绝耶稣而受批判, 因为你拒绝了我, 我也为你哀哭, 因为我明白这个诅咒, 我明白这方面的困难, 我明白这个试探, 将会临到这个城市, 所以他为这个城市哀哭, 所以神有情绪, 有感情的, 从人的角度来说, 是哭, 尽管哭, 耶稣是一个强人也是会哭的, 他有强烈情绪也是会哭的, 如果你想哭的话, 不要克制自己, 因为这是神给予我们一个释放情绪的方式, 耶稣明白, Amen, 第三点, 他有属灵需求, 是的, 我们有心理, 我们有生理, 我们有情绪, 在这里是属灵需求, 就是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六四十七节, 三天后, 他们在圣殿里找到耶稣, 他正和教师们坐在一起, 那时他是十二岁, 一边听, 一边问问题, 他的知识和对答令, 听见的人都感到惊奇, 他们看到了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, 他是灵命的非常极可, 他在十二岁就跟律法教师谈这个神的话,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, 那里最有学问的人都在那里, 他当时是住在小镇的, 他跟他们, 他有这个很渴望要学习的精神, 他在那里跟他们辩论, 他的家人当时在纳萨勒, 他们还不知道孩子在哪里, 他非常渴望有这个求知欲, 所以各位朋友们, 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属灵需求, 我们要不断地有这个饥渴的求知欲, 因为这个是我们有这个属灵的需求, 属灵的饥渴是人性, 第四点他了解工作压力重如山的感觉, 有谁这个星期是被这个工作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, 是的, 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十四节, 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推到野地里, 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,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, 治好了他们的病人, 那是发生什么事呢? 当耶稣听到了什么呢? 他的表兄, 施洗约哈被西律王斩头, 他当时是悲伤的, 因为他的至亲表兄被杀, 我们很多人都会有感这个, 都会有悲伤的情绪的, 所以他当时想要上船去到这个独自推到野地去, 花点时间独处来追思, 所以他想要去一个地方独处, 可是众人跟着他, 圣经律这么说, 他们要求见他, 所以他必须把自己所需要的放一边, 他必须教导他们, 在这个事件过后, 他喂养五千人, 直接他交了一天, 喂养五千人, 男男女女跟他们的孩子, 这个二十万, 两万人, 过后呢, 他这个也这个五饼二鱼, 去喂养他们, 然后过后呢, 他也没有休息, 他到山上去彻夜祷告, 他还, 当时还过这个加利利河, 他说我们直接, 他在, 他也没有时间去追思他的表兄, 他要去医治人了, 也没有休息, 他想要上山去, 而过后呢, 这个就是, 后来呢, 就是这个水上起了暴风, 他怎么做呢, 他在水上行走, 他禁止暴风, 直接, 后来他过去那个塞尔去做什么呢, 他去把那个在坟场被乌鬼扶生的人, 让他去释放了他, 让他得到自由, 让他把这个乌鬼呢, 从事上解除, 他当时是很累的, 筋疲力尽了, 这个彻夜工作, 每天一个二十四小时工作, 没有休息, 就好像有时候你工作的时候, 上司一直给你的工作, 很多东西, 你感觉是没, 连上厕所也没有时间, 就好像五千个人追你, 把工作做好, 所以耶稣就是完全理解, 他知道你所经历的工作, 工作压力的感觉, 他完全理解, 第五点, 他曾凡事受过试探, 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,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,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, 与我们一样, 只是他没有犯罪, 有些人以为耶稣只是经过三次的试探, 因为这个著名的经文谈的是三个, 不过不单三个, 这里有希伯来书谈的是凡事, 是的, 无论我们人类所面对的什么试探, 耶稣都面对的, 不过他一次都没有犯罪, 所以如果你也正在经历艰难的时刻, 你有一个惯性的犯罪, 有一个引诱你, 有一件事情一直在引诱你, 我要你知道耶稣基督, 他克服了所有的试探, 也没有犯罪, 而他会给你这个大能, 他会给你这个能力, 他会给你这个力量, 给你这个头脑清醒, 然后你克服每一个引诱, 生命中的每一个引诱, 我们说哈利路亚, 是的, 他经历了所有的试探, 他完全理解你所经历的, 你所面对的引诱, 这个贪恋, 这个权力等等的贪恋, 我们有个救主, 他能够带领我们, 克服生命中所有的引诱, 是的, 第六点, 是的, 耶稣是伟大的, 第六点, 他被朋友拒绝, 耶和福音六章六十六六七节, 从此他们途中, 多有退去的, 不再和他同行, 你可不可以想象, 就是跟了他这么久, 却不再跟他同行, 耶稣说, 你们也要去吗? 耶稣对那十二个门徒说, 这十二个, 你们这十二个是跟我最亲的, 你也要走吗? 你也要离开吗?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? 他面临的, 他正在面对这个跟他一起的人追随他的人拒绝他, 要离弃他, 为什么呢? 因为他说, 除非, 除非你吃, 除非你领受我的肉体和我的血, 讲的不是这个真实的肉跟血, 他的意思是, 你要跟我有这个圣餐的关系, 跟我一起领受圣餐, 而这些人民呢, 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教义, 所以他面临了拒绝, 他感觉到被人拒绝, 他说你们也要走吗? 当然彼得说, 你有永活的生命, 我们离不开, 我们不会离开, 感谢神, 所以他所面对的是拒绝, 所以朋友们, 如果你面对拒绝, 首先因为你是基督徒, 你的家人拒绝你, 有些人觉得你是什么假神圣的, 过度的这个激情, 你的朋友拒绝你, 所以耶稣完全理解, 完全明白你所经历的一切, 因为他也曾经被他的门徒所拒绝, 所离去, 不是这十二个是其他的, 所以他明白, 他明白你绝对不孤独, 你可以寻求耶稣, 耶稣会安慰你, 第七点, 他被朋友背叛, 约翰福音十三章二节, 吃晚饭的时候, 这是最后的晚餐, 魔鬼已经把出卖耶稣的念头, 放在伽利略人, 西门的儿子犹大的心里, 出卖耶稣, 那我们任何人, 最难面对的就是出卖, 这是很难的,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, 而耶稣全面对了, 这最亲近的十二个, 其中一个就背叛他了, 出卖他了, 他跟犹大一起生活了三年半, 他教导犹大, 可是他爱犹大, 可是犹大却被迷惑了, 他即便是十二个门徒当中之一, 他却背叛了, 这个痛苦是很难, 这个耶稣经历了, 所以呢, 无论你这个所经历的, 我是被出卖了, 你是被配偶, 被这个老板, 被同事, 被家人出卖, 耶稣完全明白, 你可以求耶稣, 帮让你能够原谅他们, 所以第三, 第七点是他被朋友背叛, 被朋友出卖, 第八点他被父神离弃, 马太福音那是七章四日六节, 八月下午三点, 耶稣大声呼喊, 以利以利, 拉玛撒巴各大尼, 意思是我的上帝, 我的上帝, 你为什么离弃我, 因为在十字架上, 这个他的手跟脚都定在十字架上, 那个时候, 他承受了这个人间的罪恶, 他是被牺牲的羔羊, 就是人间的罪恶, 他都承搬了, 这个过去, 现在跟未来, 他都承担了, 这个父神却, 却在那一刻呢, 这个转向他们, 就是离开他, 他就感觉是, 神是离弃我, 他却背向我, 父神背向耶稣, 他那一刻, 他就感受到被离弃, 那种被离弃的感觉, 因为他正在承受了人间的罪恶, 各位朋友, 如果你, 如果感觉被离弃, 被家人, 朋友, 家人, 无论什么原因, 或者是因为你是基督徒, 背叛你, 耶稣完全明白, 因为呢, 他曾经经历这一切, 他充分地理解, 你所经历的一切, 而能够医治你的心, 阿门, 第九点, 还有两点, 他曾失去至亲, 约翰福音徐章33, 35节, 耶稣看见他, 和陪他来的犹太人, 都在哭叫, 像玛利和玛特, 心中感动, 十分难过, 为什么呢, 因为他很感动, 所以他哭, 便问, 你们把他葬在哪里了, 他们答道, 主啊, 你来看, 你来看我们把他葬在哪里, 然后呢, 耶稣哭了, 他非常感动, 他非常感动, 非常难过, 因为他的好朋友死了, 他失去了一个至亲, 而他充分明白, 他这个充分明白, 这个失去亲人的悲痛, 各位朋友, 或许你最近失去了一个亲人, 你的心中呢, 因为失去亲人, 这可以是你的父母, 你的好朋友, 你的珍贵的一个人, 而你的心情非常悲痛, 我要告诉你, 耶稣他完全完全的理解, 他知道你所经历的, 你可以呼求耶稣, 让他来安慰你, 阿们, 第十点, 他承受了极大的痛苦, 和濒临死亡, 这是非常完全人性的,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, 他心中极其悲痛, 祷告更恳切, 盼珠如血, 滴在地上, 这一幕呢, 是在Gazamani, 他当时在祷告, 他向父神祷告, 他隔天他会是, 他就赏识这样, 你可以不想象, 这个, 他这个担子在他身上, 中到他, 他, 这个是, 额头是流血的, 不是流汗的, 因为呢, 你承受了极大的压力, 这是有, 有有记载的, 就是呢, 你流的不是汗, 因为你感到很大的压力, 流的不是汗, 而是血, 就这样耶稣所经历的, 当他解决, 他心中解决, 他已经准备好, 为了你我上十字架, 可是他所, 他面对的这个压力, 这个濒临死亡, 因为他知道他会被鞭打, 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, 他会死得非常地, 以非常残酷的方式而死, 这是最难受的, 因为你被砍头还, 这个比这个还好, 所以, 这样的钉呢, 会失去很多血, 所以呢, 耶稣知道, 这样的一个死的过程, 是非常痛苦的, 就是濒临死亡的感觉, 朋友, 你是否现在正在, 你生病了, 然后医生说, 这个病症是很难医治的, 你的至亲是否经历, 正在承受这个绝症, 你这个生命中, 现在是否在经历一个阶段, 说你每个星期都要去医院, 接受治疗, 一直老是闻到药的味道, 就像去医院, 像回家一样, 就像生命中是这种感觉, 让你觉得生命中什么都不能做, 因为你这个病影响到你, 不要, 不必举起来说, 如果你正经历这个, 耶稣他明白, 因为他也在十字架上, 他明白痛苦, 他也面临死亡, 如果你在身患这个绝症, 或者是你至亲的人患上不治症, 不要害怕, 因为耶稣他也面临了死亡, 也克服了死亡, 这位基督徒我们不怕死亡, 我们不怕死亡, 因为耶稣经历了这一切, 而我们他也会跟我们一起走过这道路, 阿们, 所以呢, 耶稣这个共同这十点, 还有更多的, 他的人性, 他是如何成为人, 好像可以跟我们有这么多相同点, 而了解我们所面临的每一个挑战, 每一个痛苦, 耶稣明白, 他明白, 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, 求告他, 因为他不是高高在上远远的神, 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, 大胆的求告神, 因为他是谦虚的, 他是他有同理心的, 他是良善的, 他会来拥抱你, 触碰你, 给予你力量, 好让你克服所有的生命中的, 试炼和挑战, 阿们, 下来六点, 还有六点, 我还没讲完, 是, 耶稣的人性, 给了我们六大益处, 大家准备好了吗, 记得做笔记, 耶稣的人性, 给我们带来的六大六处, 第一, 他让我们看到, 如何向父神祷告, 以克服自己的弱点, 因为他是人, 他的大能来自哪里呢, 来自祷告, 他也是人, 他祷告, 他求圣灵的大能, 临到他身上行神迹, 所以他显示了给我们说, 我们可要, 应该如何克服我们的弱点, 来向, 我们可以向父神祷告, 当他要上十字架, 在这个格赛特密上十字架的时候, 他当时留的不是汉的, 是血, 所以神呢, 是你愿意的话呢, 请你把这个给挪走, 不是, 这个是神的旨意, 我求感, 从他的祷告, 他找到这个能力, 这个体力, 这个能力, 这个能力, 他通过祷告找到了能力, 你也可以, 那在祷告中, 他找到答案, 路加福音22章42节, 复啊, 约翰5章19节, 我实实在来地告诉你, 只凭自己什么都不能做, 我有看见父做了什么, 只才做什么, 当你来到这特别艰难的这个处境的时候, 因为那些人想要设陷阱, 要害他, 他们要因为那个妇女犯罪, 他们要他死, 所以耶稣去罪他, 所以他是, 我刚才给他看的经节就是, 他看到父神要说什么了, 因为他的智慧来自父神, 无论父神说什么, 他能够以智慧的方式回答神经, 他解决方案, 他去抓, 他们说他没有给这个店给税, 他就去抓了鱼, 从宇宙鱼的口中有这个钱来还这个店的税, 神店的税, 如果你, 你因为一个局势, 你受困于某个局势, 我们求主, 我们求主显示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, 这将会是超自然的, 所以你必须要跟父神花时间, 只有你在祷告的时候才能够有这样的智慧, 第三点, 在他祷告的时候, 他领受到了这个大能的传授和高利, 让他能够行神迹, 以赛要说六十一章一节,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, 因为耶和华高利了我, 让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, 所以他能够行神迹, 因为他与父神花时间, 而圣灵高利他, 好让他可以去做医治的, 他没有跟父神花时间, 怎么会有这些大能, 所以你必须要大能, 如果你要神在你身上动工, 你需要大能, 你需要能力, 耶稣已经显示给我们, 就是跟父神花时间在一起, 这是做得到的, 这是可行的, 在祷告, 你可以克服所有的引诱, 所有的试探, 所有的试炼, 所有的肉体的脆弱, 耶稣已经显示给我们看, 我们可以如何去过一个不平洋的, 平凡的, 不一样的平凡的生活, 这是第一点, 这里有内容很多, 你可以拍照, 回去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, 第二点, 耶稣的人心给了我们第二个益处, 因为他活着是人, 死时是人, 他跟我们相同, 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, 还是第二点, 我们的第一点有三个负点, 我们再看第二点, 因为他活着是人, 死时是人, 他跟我们相同, 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, 西伯来书二章十四节, 因为众儿女都是血弱之躯, 所以他也同样取得血弱之躯, 为要亲身经历死亡, 借此摧毁, 掌握死亡权势的魔鬼, 因为他跟我们相同的是有人性的, 所以他有这个资格为我们的罪而死, 而破除撒旦的能力, 如果没有生的话呢, 他不可能为我们而死, 因为他是一个人, 他是第二个亚当, 跟我们一样, 跟我们相同是有血肉之躯, 他是, 他是, 他能够完全的取代我们, 为我们的罪而死, 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替代品, 第三点, 耶稣的人性给了我们第三个益处是, 因为他从事人, 他跟我们相同, 好让我们与他同事一家, 他是人, 好让可以跟我们同事一家, 西伯来书二章十十一节, 作为万物的归宿和根源的上帝, 叫救恩的元帅耶稣经历苦难, 而得以存全, 以便带领许多的儿女进入荣耀, 这样的安排是恰当的, 因为使人圣洁的耶稣和纳西阿德以圣洁的人, 都出自同一位父亲, 所以耶稣不以称呼他们弟兄姐妹为耻, 为什么呢, 因为他是人, 他曾是人, 兄弟姐妹就是血肉之躯的人, 所以耶稣曾是人, 好让我们可以跟他同事一家,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, 阿们, 第四点, 耶稣的人信给了我们第四个益处, 因为他曾是人, 他的手和脚上的伤疤, 身上所受的鞭伤, 能医治我们的种种疾病, 他因为我们的罪而被, 他这个, 因为我们的过放而被刺痛, 因为我们的罪而被压伤, 我们因他所受的刑罚而得到平安, 因他所受的鞭伤而得到医治, 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, 他能够替代我们承受这些手跟脚, 这些钉伤背的身上, 鞭伤, 他是个完美的替代, 如果他只是神的话, 他不能承受这些鞭伤, 因为神是隐形的, 而耶稣为了我们承受了这些痛苦, 他能够承受, 也因此他能够承受我们的病痛, 而进行一个属天的交换, 这是我们的益处, 我们大家准备好了吗? 第五点, 耶稣的人性给了我们的第五个益处, 是的, 我希望今天的话能够对你是有益的, 因为他曾是人, 他能帮助我们克服种种试探, 西伯来书四章十六节, 所以让我们坦然无惧地到他恩赐的宝座前, 和领受怜悯和恩典, 做随时的帮助, 他曾被魔鬼在空业中进行各种试探, 他都一一克服了, 耶稣如果他只是神的话呢, 就是造假了, 对吗? 他就像我们一样的, 就是他成为人也会被经历很多试炼, 他克服了每一个试炼, 他不是被普通的小魔鬼去试探, 而是被撒旦本身最大的魔头试探, 他都克服了每一个试探, 每一个试炼, 那各位朋友, 如果你被你受到了什么试探, 或者是引诱, 你别逃离神, 你要逃向耶稣, 他会帮助你克服每一个诱惑, 他会给予你他同样的能力去克服, 因为他曾是人, 他可以成为我们忠信大祭司, 为我们祷告, 西伯来书二章十七节, 所以他必须在每一方面都与他的弟兄姐妹相同, 以便在侍奉上帝的事上, 成为一位, 成为一位仁慈忠信的大祭司, 替众人献上救赎罪。 这最后的原因, 为什么他可以是存权的人, 是因为他能够替代我们, 为我们祷告, 作为大祭司为我们祷告, 带祷, 所以这个大祭司的工作就是站在人与神之间, 代表神跟人讲话, 代表人跟神讲话, 他可以到神那里为人祷告, 然后到人面前说怎么去爱神, 是的, 作为一个大祭司, 因为他是一个存权的人, 所以他可以这么做, 他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, 我们献上这个掌声赞美祭司的, 他是可以为我们代导, 是信实的大祭司, 现在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, 不是什么都没做, 他每天都为你跟我代导, 他是完美的存权的大祭司, 好让我们能够遵循神的旨意而活, 好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得以重权, 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台来, 有个故事, 查尔斯科尔森, 这个查尔斯科尔森, 他是挺出名的, 不许不是很多人知道, 他是美国总理, 李查尼克森, 尼逊总统, 尼逊总统的前任顾问, 他是个基督徒, 他当时是监狱团契的先驱, 监狱团契的先驱, 他给囚犯做事工, 他到访了全世界很多个监狱, 其中一个监狱的探访, 对他来说特别特别, 这是在巴西的是呼迈塔监狱, 20年来, 这个监狱的楼是非常糟糕的, 这里的囚犯都被折磨, 有一天, 有三个基督徒, 基督徒他们来到这里, 向当局要求经营监狱, 就像经营一个基督组织, 基督教组织这样, 所以他们到这里来, 就成立了事工在监狱里面, 这个事情开始有转变了, 他们进去了过后, 这个监狱没有锁食, 所有的门都可以打开, 即便这门锁了, 囚犯也有锁食, 这好像没有保安的其实, 那其中一个囚犯, 他必须要出庭受审, 另外一个囚犯就会陪他去受庭审, 不是警察哦, 不是监狱预警, 而是囚犯, 那里的员工都是志工, 每个都是志愿的, 这个地方是完全的干干净净, 因为他们有一个清洁时间表, 所有囚犯轮流做清洁, 在巴西, 这个市囚的重犯率那时是74%, 就是每四个囚犯有三个会回去, 可是在这个呼迈塔监狱, 它的重犯率是4%, 完全难以置信, 查尔斯科尔森他问这人, 他是囚犯之一, 你带我走走, 跟我说一下, 这个秘诀是什么, 你这个转变了囚犯的生命, 秘诀是什么, 这个囚犯说, 当我刚来的时候, 他们除掉了我们的钢铁手铐, 给了我们爱的手铐,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伙伴,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灵长老, 这属灵长老会确保我们的灵命这方面的健康, 为我们祷告, 指引我们, 所以他说, 先生你是否想要到访我们最强保安牢房, 在这里呢, 这里的人都受到惩罚的, 好啊, 为什么不呢, 好啊, 去看一下, 见识一下, 这个保安最强的牢房, 所以他被带领走这个走道, 这个走廊的尽头有道门, 他说, 在这里呢, 我们, 我们处罚囚犯, 就在这里, 里面就有一个囚犯, 他就打开这门, 这门打开了, 他们走进去, 是一个非常, 是一间非常昏暗的牢房, 查斯科尔森他转过身来看到, 墙上有基督的照片, 这个基督是钉在十字架上的照片, 而这个囚犯说, 他, 就是他为了我们受罚, 他, 就是他为我们受罚, 这十字架上, 这个照片的十字架上, 有一个葡萄牙语的一个标志, 上面写道, 我们与你同在, 在呼迈他, 他们知道耶稣, 为他们, 来到为他们而死, 与他们同在, 这是神圣的成功因素, 各位朋友, 耶稣成为人, 好让他能够与我们相同, 好让他可以为我们的罪, 承受重罚, 祢跟我们在一起, 祢是我的福, 感谢观看